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2年8月13日 星期六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跟進香港各大最新的消息 首先是一宗非常令人發指的冷血案件發生在大角咀 據了解大角咀有一個三個月大左右的嬰兒 是昏迷宋縣不至 案件有可疑 情況如何跟各位網友一起更新最新的消息 另一邊需要說說香港各大最新的情況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三個月大的男嬰是昏迷不至 身上傷痕累累 滿佈這個紅印水撲 警方初步認為有可疑 帶走男親友調查 報導的內文提到大角咀發生嬰兒死亡事件 今天8月13日凌晨1點54分 警方接獲博文街21號富貴大廈西座的一名女子報案 指一名連約三個月大的男嬰 在單位不省人士 救護員接報港底 立即將男嬰送往廣華醫院 當時她已奄奄一息 底院搶救至凌晨3時08分 終告不至 消息指 男嬰身上傷痕累累 滿佈這個紅印和水撲等等 警方經初步調查過後 認為事件有可疑 旺角警區刑事調查隊已接手追查內情 並在醫院帶走一名男親友調查 另一邊箱亦有相關的報導 指南嬰託人照顧 與報案人一家三口同住 亦是來自HK01的報導 報導的內文是這樣的 指到今早8時左右 這個案件改列為謀殺案 警方拘捕了一對男女 另邊箱據悉的男嬰 被家人托付給女報案人照顧 女報案人和丈夫亦有一名嬰兒一家三口 住在富貴大廈西座一個單位 鄰居透露 女護主一家人搬到上址只有幾個月 偶爾聽到嬰兒的哭喊聲 昨天8月12日還看到女護主推著手推車 帶著嬰兒回家 但是不是就是案中的男嬰 不得而知 據報這個嬰兒托付給女報案人照顧 整個案情樸縮迷離 當中是否有人涉嫌虐待嬰兒導致她身體上有傷痕 仍然有待調查 不過怎樣說也好 希望只是死者安息 因為這件事估計也要了解誰托付嬰兒給女報案人照顧 期間發生甚麼事暫時未知 另一雙事也和各位網友說說另一則消息 政府是抽查淘大花園B座居民的檢測報告 有29個人違反了強檢令 罰1萬元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了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及核下的部門 今天聯同壽茂平景區和衛生署 在牛頭角一棟早前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的大廈 進行這個執法行動 行動由今天上午8點開始到上午10點半結束 報導內文亦提到當中向4個人發出罰款通知書 毋毋罰1萬元 簡單來說 你住的地方曾經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就不知何時可能會有隊員在你家門等你上班 到其實若然你出事不到你已經做了檢測的話 就有機會罰錢了 零邊雖然也說說另一則消息 說到3歲以下的幼童的接種率不理想 勞寵貿局局呼籲 家長就不要等這個復必泰疫苗 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報導的內文是感隔政府早前放寬6個月至3歲以下的幼童 可以接種科興疫苗的 頭一個星期有2,200位幼童打針 醫務衛生局局長勞寵貿在電台節目表示 接種率並不理想 他又指復必泰嬰幼兒版本的疫苗配方劑量和成年人版本不同 廠商會再研發配方 政府會重新採購 他形容現在全球供應緊張 當局正積極處理合約方面的事宜 了解藥廠能否提供有關疫苗 呼籲家長就不要等待 盡快安排子女接種現在已提供的科興疫苗 盧寵貿局長有提到病毒即時繁殖率已經由7月1.8下跌到現在1.07 單日確診數字上升的出道較之前緩慢 但希望市民不要放鬆 從而病毒繁殖率下降至低於1為止 連日來家長朋友比較關注 佳因至今仍未有復必泰的應有而配方 於是有些家長也想了解官網 不過盧局長呼籲各位家長朋友不要等 不如現在趕快打了科興 不過盧寵貿局長說官網一下也是人之上情 作為家長朋友也會了解一下兩種疫苗的比較 尤其是打完疫苗後的副作用和保護身體的功效 這些都是家長朋友想知道的 在說官網的態度導致三歲幼童以下的接種率不理想 都可以說是在所難免的 令變相和各位網友說說一則網絡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上格還是冰格雪櫃冷凍箱怎樣叫呢 新款漂亮的雪櫃就是這樣 網友說這個話題真的出賣年齡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了 有網友在連登討論區就以其實雪櫃的上格 香港人會怎樣叫他為題發出貼文 吸引了超過3000位網民投票 結果顯示大部分人指冰格或冰箱 但也有小部分網友直接說雪櫃上格 造成差異的原因主要是舊式雪櫃上格通常是放置雪糕 急凍食品的冷凍箱 下格是放置蔬菜鮮肉雞蛋的冷藏箱 但不少新式雪櫃上下相反 網民留言表示冰格上還是下都可以分 說是天氣後和90後喊法都不同 也有網友說叫上格多數是老一輩 也有網友指現在新款是上格的雪櫃下格是冰格 這也是一則比較有趣的網絡熱畫 加因以前我們小時候的雪櫃上格是冰箱 用來冰箱冷凍的東西塞在裡面 但原來近代的雪櫃已經上下調轉了 搞到在香港這邊叫這個冰格 究竟是上格還是下格出現了少少混淆 有網友發現了就開個帖文問大家 結果原來也真的中雪昏雲 不知道各位網友現在的家裡的冰格在上格還是下格 來到節目尾聲旺仔為各位網友報導最新一節天氣 天氣概況高空反氣旋 正為中國東南部帶來大致晴朗的天氣 此外就與戰警在南海不佈 正午12時熱帶風暴米雷集結在東京之西南偏西約200公里 預料向東北移動 時速約35公里 橫過日本本州 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 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也有幾陣驟雨 今晚大致多雲翠和換偏南風 展望未來一兩天大致天程 星期一日間酷熱 下週中期雲涼震多有幾陣驟雨 大家留意未來三天天氣都有些雨 明天8月14日星期日下雨指數低 未來星期一和星期二都有機會下雨 多謝各位尤其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今天天氣好像比較晴朗一點 不過接下來亦有機會繼續遭雨 日前中央氣象台曾預告 未來十天會有一至兩個颱風產成 不知道會否來到香港影響香港的情況 我們會持續和各位跟進天氣狀況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的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